大家好,又到了想解兰花的时间了,今天咱们继续讲解建兰天,今天的这个品种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种,建兰的大糖公粉,说起大糖公粉我在当时饮种的时候一直在犹豫,因为它的价格实在是高,咱穷呀,真是舍不得呀,后来几经波折终于饮到手了,还要感谢我本地的一位兰友大哥,所以说,能认识好的兰友是养兰生涯的一大姓氏呀。 闲言碎语不要讲,表一表建兰名品的大糖,大糖公粉,2001年初秋下山于荣县林区,整观此花,棒可捧,一字间厚而郁润,朵朵如衣,整花全素,花色纯净的如冰似玉,半形鼠梅和形半,最大花近4厘米,花梗出架,美亭灼花无多左右,端庄神圣,清香悠远,在四季蓝素花中出类拔萃, 中秋期间放香,天地间最美不尽月圆花椒,美不胜收,核形素花,外三半肉厚,翠绿,捧心与蛇洁白,整体花形丰润圆滑,形成正比例,花絮排列对比云衬,端正。 大唐公粉发现者是荣县自粮镇林区一位叫孝三的兰农,常年隐没在云雾迷蒙的深山老林内寻蓝草和树桩盆景,收获颇丰,2001年初秋的一天,孝三带着干粮一早钻进该县浪水箱辅佐一带老精林内,发现了一丛罕见的素花,和梅全素,三苗三老头,有一件花三朵, 有刚下山时原始照片存档,当时该线有位对兰草极度痴迷的爱兰人,梁智天龙兰院一向与孝三交易甚笃,当天孝三急电话告知梁智来看花,梁智赶忙驱车赶往乡下,刚到农家门口就闻到一缕幽香飘来,这是素心花所特有的清香,寻香望去,只见孝三手中倾握着一丛兰草,一串花亭予立,在稀落被虫子啃咬 小的蓝叶间,花儿粉白无瑕,不带一丝尘世色彩,美丽是一种震撼,梁智一剑此花即爱不释手,立即全部构下,只在楼顶的蓝院内,种下不久又抽出花剑,该花由蓝界刘青勇教授命名为大唐公粉,刊登在200747中国蓝花封面上,2002年10月1日广西荣县举办首届桥香蓝展,梁智捧着该花来参评,获得包括 刘达雄广东南海蓝协会长等评委们的一致好评,由于下山不久,蓝叶被虫子啃咬,并不是太完整,被评委同奖,有获奖证书存当,该花在2007年广西海峡两岸第二届,融线蓝花博览会获特金奖,纵观蓝界新品种,全素优秀半型花是最难出现的品种之一, 全素稳定半型花新品种也是历代蓝人梦寐以求的品种,历来被视为高端品种,大唐公粉是个能传世的好花,整观此花,珠型货花的比例协调,在四季蓝素花中出类拔萃,放壳棚,厚而郁润,整花全素,花色纯净,粉结冰青,半型鼠梅和形半,收根极好,花感出价,清香优远,端正大放,气度甚美, 该品种不管是若苗,中苗或壮苗,只要放花都会开出高品味的花品,放花七到十多天,鼓励好花手不变,朵朵如一,凡见过石花者都认为石花远比照片漂亮,拥有者一直来皆因不能拍摄出石花神韵的照片而遗憾,大唐公粉的石花真的很美,可以说是冰青玉洁,一尘不染,剑蓝的捧绊一般都是张开的,而大唐公粉不染, 捧绊不开,伴之后诺,酒开不变,朵朵如一,在我心里它胜过剑蓝所有的品种,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,大唐公粉花开素芽,夜行飘逸,就连心芽都是嫩绿惹人怜爱,有如春笋一样包衣对开,实属剑蓝难得精品,我是不是快把大唐公粉说上天了呀,肯定有的蓝友会质疑我了,你把赤诚放哪里,你把国魂放哪里, 说实话,我还真的不是很喜欢他们,蓝以素为美,蓝表现的是中国人的谦虚美德,色花太过张扬,于蓝的文化背离,不能体现国人品德,当然这样是我自己的想法,大家不妨也把对蓝的想法说在评论区,好了今天对大唐公粉的详解就到这里了, 接下来又到了我购蓝房片的时间段了,前两期咱说了假草和真花假草,这期咱来说说真假个半,这个也好理解,就是在一盆里有真草也有假草,一样是坑你没商量,再有就是温室草冒充自然草, 养过花的朋友应该都知道,大捧草的养殖环境是很好的,相当温室里的婴儿,一旦到了蓝友家了,这种草肯定会出问题,越养越弱甚至死苗,所以说咱都留个心眼吧,真的是防不胜防呀, 养蓝路上不仅仅是养一盆草,可以看清人性,看清善恶,看清世俗,养蓝的人估计都上过当,受过骗,这个是我们无法左右的,可是咱自己以后会如何去做,是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,我们是传承老蓝家的谦逊朴实的美德还是去学无? 肩不伤的奸伤狡诈是我们自己可以控制的,我们应该把什么留给后人,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,其实也不是啥问题,我的总结就是传承老一代蓝家的美德,把好的东西,好的思想留给我们的下一代,不要金钱至上,人性才是让我们生存下去的希望,今天说的有点多,感谢大家的观看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关注我不迷路,欢迎评论转发, 我会更加努力,谢谢